Hello大家好,这里是闪闪奇的六月爱用品分享 那我是一个油性皮肤 然后有时候会长痘痘,比较爱出油 然后有一些毛孔啊,黑头粉刺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困扰 我总结出一些我最近爱用的产品 然后还有一些产品是我基本上每天用的 但是在我的四月份五月份爱用品中已经讲过了 我就尽量不会去重复了 那今天这种爱用品我是把平时护肤和美妆的爱用品都合在一起讲 首先要讲的是洗脸的话 这种我最近刚刚购入的For Real Luna Mini 2 是他们家的洗脸刷的第二代 大概用了有两个多星期左右 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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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烈的推荐 春秋啊或者冬天啊 你的脸部那种出油问题或者是长粉丝啊或者黑头 不会那么的快或者那么的明显 但是到夏天的话更容易出油了 就是会比较,我夏天会比较有黑头啊 粉丝的困扰会更重一些 但是等我买了这个产品以后我发现 太好了 就觉得洗脸从来没有洗这么干电过 它的刷头是这种很软的 是不太会撕拉到 不太会刺激到皮肤 真的是有清洁毛孔的作用 强烈推荐这一个 这一面是小一点的这个刷头的话 是脸狭啊或者敏感部位可以用 然后这里的话会加粗一点 可以用来刷鼻头 鼻子周围 然后或者顽固一点的地方 你想要清洗的话也可以用反面 然后它是冲一次电 基本上可以用半年左右 而且它不需要换刷头 这种材质的话 你在水里冲一下 然后放着让它自然的晾干 不是像那种毛质的刷头 容易滋养细菌的 它是真的不需要换刷头 想向大家推荐的 这是Clarins焦韵师家的莲花油 Lotus Face Treatment Oil 焦韵师家有带三款面油 莲花油是适合油性皮肤使用的 它说你看 它说improve combination of oil skin 就是混合性肌肤或者油性皮肤 然后它是可以让你的皮肤水油平衡 并且它有缩小毛孔的作用 我觉得它缩小毛孔的作用 对我非常的有效 我大概就用了几天以后就明显的感觉 据说如果你毛孔弹性并不是很好的话 你可能洗脸虽然洗干净了 没有什么黑头粉丝 但是毛孔它有时候比如说松露的话 它还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毛孔 它可以对帮助缩小毛孔 那它拿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我之前跟大家说的话是滴在手上 然后搓了一下 然后按在脸上 我觉得那还不是最好的使用方法 我有去他们官方的教程研究过 它最推荐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可以用爽肤水 然后滴一到两滴在爽肤水里 然后排在脸上 第二种呢你可以选择就是用面霜 让滴一两滴左右 然后在手里搓热搓均匀 然后按到脸上 我比较喜欢的是用日霜晚霜 这种面霜来加这个油 我不太喜欢用那个爽肤水 因为爽肤水滴油的话 水和油是不会融合的很好 拍在脸上不是很均匀 我用的这款 现在因为是早上 所以我会用这款 亚实蓝带Daywear 它有SPF15的一个抗氧化面霜 这是我非常喜欢 适合油皮的一个 很清爽的亚实蓝带家的面霜 我买的这个是正装 就可以用很久 那我就差不多挖这么多 在手上大概滴个两滴 因为它的官方造成是滴两滴 把它搓匀 这样的话 你的手心搓的话 会微微发热 就更好吸收 就这样非常的均匀 都看不太见了 然后按在脸上 然后先在这儿按在脸上 如果你觉得 还没有吸收完的话 你可以再搓一下 大概按个两三次 靠手心的温度 把它融进皮肤里 这款面霜 我也可以顺便跟大家推荐一下 这是亚实蓝带的一个 比较适合油性皮肤的面霜 它是抗氧化的日霜 它应该配套还有个碗霜的 这个是我强热向大家推荐 这个在我的美妆视频里 已经提到无数次了 因为它真的挽救了困 然后我差不多五年左右的一些 噩梦般的痘坑 我有一个专门的视频 专门是讲怎么样使用它的 你可以看一下 我已经几乎快用完了 我之前已经用过一个疗程 是28000 然后痘坑就浅了很多 我大概恢复了两个星期左右 因为它的二号算是有一点点刺激 会让我有点脱皮啊那种 而且刚补稍微有点刺痛 所以我休息了大概两个星期左右 差不多休息几天以后 脱皮的那些像就基本上会没有了 我就最先开始的第二次疗程 因为我就没有用完 本来它是28天的疗程 但我用完28天以后 都还剩下一半左右 我觉得它一瓶用两个28天的疗程 真的还是够用的 修复痘坑 效果会非常好 可能就是那种困扰力很多很多年 那种坑 官方介绍的它有痴皱的作用 但是因为我也没有皱纹 所以我也不好跟大家反馈 到底有没有痴皱作用 但还是有点刺激的 像那种医美的话 那种雷射啊 威震啊什么的 那些刺激比这个刺激大的很多了 但是这个的话是可以在家里使用 而且你用完的话 白天还是可以上妆的 它不会有那种大的伤口 就是一点点的刺激 一点点脱皮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试的 而且它的价格是75美金 这款是一款防晒霜 我脸部防晒霜 在上一个月的四五月 有分享评里有讲过 这款是我用的身上 比如说涂手啊 涂脖子涂脚的防晒 babyganyx一个矿物物理防晒 所以它涂在手上是会稍微有些泛白 因为矿物防晒都是有一些泛白 它是一种可以给小孩那种 比较小的小婴儿用的那种防晒 所以说是不太有负担的 然后你洗澡的话 用一点沐浴乳就可以把它洗干净 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 美妆的产品的三个 这个是Hourglass的一个粉底液 我给它的洗澡 基本上有一些超过了 那个亚士兰娜的double wear 我不能说它是警卫油性皮肤使用的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干性皮肤的人 也会很喜欢它 但是它非常适合的有性皮肤 哈真的 我觉得它比double wear更好的一点 是它的粉质更细腻一点 它挤出来就有那种奶油的那种感觉 你看就非常非常的细腻 遮瑕的效果 持久的效果都非常好 而且它不会堵塞毛孔 它的粉质就像那种奶油一样 非常非常的细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不容易脱妆 它的粉质细腻可以遮盖毛孔 不像double wear那么的厚重 但它还是有很好的遮瑕力 这是我最近最爱用的一款 但它的价格好像 亚识兰丹的double wear稍微贵一点点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这个按压瓶不是非常好用 它的按压头有的时候不是很好按出来 好消息就是说它们新款它已经改了包装 不是这种瓶状的而是那种管状的 就是这样一个管状包装就不可以说有按压头按出来的问题 然后我选的色号是vanilla 阿多格拉斯在美国还是很火的 它属于一个比较也是比较高到一年的盘子 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stella这两个盘子 这两个盘子是我在他们家打七五折的时候入的 stella, perfect me, perfect you, iron cheek palette 它们是一个有腮红和眼影的盘子 这个我在这儿引用的有一个多月了 我非常的喜欢 它很适合新手或者是学生呀或者是刚进入职场的妹子们用 我在我的眼影盘分享也有讲过也有诗色的几个颜色 它的两个腮红这个是非常少女的 这上面红一点的是非常提气责的颜色 而且它的粉质非常细腻 就是感觉那种从皮肤里散发出来的那种健康的粉色 然后它的几个眼影也我觉得非常的日常 我觉得很适合新手用 就是反正怎么的话都不会出错的盘子 那试一下 可以看到吗 非常的细腻 那粉质真的太好了 现在给大家分享的是Scylla的 它是一个Correct and Perfect Only One Color Correcting Palette 它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色彩焦灵盘 打开的话它还附一个说明书 这里有一个小的塑料的片可以保护它的质地 它的质地是比较是那种霜状的 很好推开很软末 然后它配了两个定妆粉 它们的定妆效果非常好 因为是霜状的话 因为如果你出油的话有可能会脱妆什么的 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们这两款定妆粉的话 真的是可以保持在那里 首先最左边的这个是Peach Cream 这个桃子色是用来涂在眼下 遮完了这个桃子色以后 你可以用粉红色来提亮 但是如果你有黑眼圈或者发青的眼下的话 要先用桃子色来中和一下那个颜色 然后再用提亮色 绿色的是用来中和红色 它其实是一个色彩校正的一个互补色的原理 通过互补色来使你的瑕疵变成一个中性色 然后再上粉底的话 会不太容易看得出来 绿色用来遮痘痘或者泛红的地方 淡黄色有点偏密黄色 它是用来遮斑点 或者是一些比较暗沉一点的豆瓣 我一般会用这个颜色比较多 你看我已经有一个小坑的这 因为会有一些晒斑比较深的橘黄色 它是如果你有比较深的那个黑眼圈的话 就要先要用这个橘黄色才能遮得住 它的品质非常的好 而且真的一盒可以用很久 我可以用这个橘黄色的橘黄色 那么多的橘黄色